从6月9日起,香港修理风波已持续两个月,因港府修订逃犯条例,抗议者走上街头发起游行抗议活动,随后事件不断升级,从最初的示威游行到现在的暴力乱港,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声称其行为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,但事实当真如此吗? 在抗议活动中,组织者最初宣称,他们希望以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的方式,要求香港特区政府进行对话,撤回逃犯条例。 然而之后的诉求却不断升级,甚至有示威者公开叫嚣港独。 示威者宣称,和平、理性、进行示威,宣称遇上警方袭击也不反抗,那么,示威活动中的真实情况又如何呢? 在示威抗议活动中,部分示威者声称警察对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的示威者实施暴力。 声称警察是黑警,因此示威者无奈实施武力抗争。 但实际上,遭到暴力袭击最多的是香港警察。 有超过1000名警方人员的私人信息被公开,有警察的家属被骚扰。 有孩子因为父母是警察而遭受欺凌,更有人在网上煽动暴徒,对下班的落单警察进行袭击。 而香港警察到目前为止,没有开过一枪真枪实弹,面对飞制而来的垃圾、砖块甚至尖锐物,警方秉持的原则是克制和坚守阵线。 整个运动里面,我们同事是受到很严重的武力攻击,有同事是被人口咬断手指,有同事是被人踢裂了头骨,有同事是被人扔东西扔到脊椎裂了。 在很多时候,在我们以往一些比较暴力的事件里面,我们都见到有这些雷射的光线,我们也有不少同事因为眼睛受到伤害,第一时间会有一些闪盲的现象,暂时看不到事情,对自己的工作,甚至对自己的自身安全都有影响,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引致永久失明,当然我们不能选择,我们不能选择。 目前的暴乱局面给香港民众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,自称代表民意的示威活动,反而妨碍了香港民众的正常生活和工作,甚至有人只因不支持示威者而遭到殴打。 朗诗いきます。 nochmal人可以了。 , , 暴力冲击行为以严重威胁香港公共安全 对香港法治、社会秩序、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都造成严重影响 激进示威者的实际行为根本不是所谓的合理非 香港舆论和社会各界对暴力乱港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支持警方严正执法 希望香港社会恢复安宁